大家好 上一集 講到關於 去一些地方去幫忙 哪些地方不夠人的事情 我會去幫忙 例如智障學校 或者院舍 總之哪些需要人的地方 我都去幫忙 去體驗其他不同的東西 早幾個月前 我經過一間叫做New Pro 中介公司 轉介我去一間 叫做香港耀能協會 SAHK SAHK Low Hurst Garden 在荷文田區 當時我去到的時間 因為沒有人認識 但早上回很早 要回很早 但還要再早半個小時 就是要在那間院舍的門口 整班不知什麼人 就站在那裡 等那個 我想還沒睡醒 還是不懂禮貌的人 就把那些快插包給你 然後每個人都排隊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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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會去做一些 化驗的工作 檢驗自己 看看有沒有病 如果檢驗 禮貌的時間 你就可以進去工作 那我就是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第一間上班的時間 遇上那個Nurse 看他的樣子 因為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因為他全是PPE的 但禮貌 態度 就好像現在時下那些 真的小孩子 二十多歲那些 或者Fresh Grad 是完全不懂禮貌 我不知道那個政府 有什麼教育 教導他們現在 是這麼反叛 和這麼沒有禮貌 作為一個護士 可以那些態度 對同事是這麼差的 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去那裡 上班做RIT的時間 我其實那條 只有一條線 已經很明顯地 發出來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玩我還是怎樣 那我記得那個隔離 讓我遲進來做的那些 他全部都放進去 那回到整成分 我那個人在那裡 那些 我說我可以了 他說你還可以啊 他說你等到 早間接班的時間 才來看你 那些 然後就跑進去 然後我心想 What the hell 我搞錯呀 他說 晨早漏漏 是不是才有 那時候都幾凍下的 涼涼的 但是 他竟然叫我在門口 一個人等我 喂大哥 你知道啦 香港人類協會 任不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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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這是一個迷宮 來的 好像以前的四合院 那些 那些 但是就是一個迷宮 總之就是 你在 Ground Floor 去那個 即 Ground Floor 那個Nurse Office 又要繞一個大圈 那我自己有手袋帶去的 那我沒有帶回到病房 然後你要去更衣室 又要繞一個很大的地方 才可以擺到 還有 我大哥說 我不是做編徒的 Orientation 但是 總之 我擺一手袋 想拿東西的時間 我永遠都去不到的 還有他那裡的格式很特別 就是 有Ground Floor 有 一樓 有二樓 有三樓 三樓那些 就全部是確診了的 那 二樓那些 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搞 總之 二樓那些是確診了 在醫院回來 再觀察 那些 都不知道他確診還是不確診 那些 但是 在二樓那一層 其實我發覺到 就是 沒有Nurse在那裡 只有兩個Minders staff 一個姐姐 一個叔叔在那裡 有什麼時間 就Nurse會上去看他們 我當時就 提醒了我做一樓 那些 然後回到他們的時間 他們那班 Fresh grade 那些 我不知道是RN 還是EN 還是什麼N 沒有禮貌的 你跟他講 早晨的話 他不會回應你 然後問他 有什麼幫忙的時間 然後他就在電腦裡 印一張紙出來 然後就說 這些我查過的 就不用量了 出院或入院了 其他那些都給我量了 是TPRBP 還加上SBO2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然後 因為你知道 院舍有這麼多人 我都只做那個TPRBP 都要問人 那裡的姐姐 很奇怪 他們不知道是不是 財王世大 還是有股份 你問他 請問這個病人是誰 那個 然後 然後我說 你知道這些MD會出去 整班坐在一起 那個 那我問是誰 那個 然後 我已經很累了 還要給那個大陸姐姐 不斷說 那個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就兇他 我跟他說 我說 什麼叫做這個那個 我說你的腳 我現在我第一天上班了 我不知道誰是病人 我現在又要去 跟他做treatment 我說 你不跟我 站在病人旁邊的時間 指都明白誰的話 我就什麼都不會做 接著 那個 那個 八婆 我也要這樣形容她 其實我可以 再用一些更加衰的詞 來形容這些大陸姐姐 然後 站在病人旁邊 就說 這個就是了 還是發我老闆的 然後我不理他 因為我還是要treat病人 譬如說 好了 那我 累血壓 收拾好了 然後就開始派藥 派藥的時候 就更加不可以出錯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們那班傢伙 都說 麻煩這個病人 誰叫陳小妹 又是一樣的答案 又是說 那個 那個 那樣 那些 我問是不是火滾 做到 然後我說 誰那個 我現在派藥 吃醋 不是你負責 我們走過去 就告訴我誰 然後 又 寫地氣 好像 椅子有膠水 貼住他 那麼 走到病人旁邊 就说这个就是了 我说现在我开始派药 逐个病人就站在每一个病人旁边 我说不要再跟我说这个那个 那我就 顺利派了一些药 派了一个 appropriate patient 他们这样 然后跟着呢 很奇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些人 不知道是不是不懂 不懂得手语 就算是 在那边 在这里 那些东西 他们只会说一句 那里咯 去那里就是咯 前面就是咯 我心想整个 香港越来协会这么大的地方 他只跟我说那里咯 走前转弯就是咯 Oh my goodness 我走前转弯 就去了一个 一个叫做 死胡同的地方 接着我走出来 那些东西看着我 我说我找不到 那些东西 那他说 当然他们就跟我说话 因为其实大家都穿了 PPE 其实 那些东西看着你 看东西看着都很不舒服 接着那里咯说了几次 我都说我听不到啊 我说什么啊 接着那位大陆阿姐 竟然敢跟我说 她说 我说了这么多次 你听不到你不是聋的 我心想 香港越来协会 很厉害 请这帮大陆阿姐 原来是这样去挑战香港医生的 OK 那好了 说到这里 下一集再跟你说 究竟他们做的东西有多荒谬 Thank you